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靈 我是游馬二 鏡花先生 贏者 何馬仔 多謝大家這麼踴躍支持這個浪費人生系列 容許我再重申一次 那個不是復的意思 是說你是浪費人生的時間 去看一些不知道什麼的動畫 我看到很多志願君準備抬黑暗勢力 其他人說為什麼你要買 鏡花 轉陣型 很孤獨 其他人問為什麼要放三本寬在中間 正中間 你是不是很愛他 沒有解釋 無法解釋的愛 這個等同於高登的每日之星 榮譽 榮譽埋頭一樣 你要知道表是誰出的 主要你不支持Wake Up Girls 人生就輸了一半 所以我看到那些填了表 很多都是看Wake Up Girls 都是追隨者 這個是世界的贏家 沒錯 大家多愛三本寬 祝他早日康復 沒錯 志願最深切的慰問 我們志願 我覺得上季章真的稱為災難 今季看下去 像一些人的樣子 好很多 至少一開始的故事 有文有路 一開始已經不知道在做什麼 沒有的 只不過是浪費人生的 我們正經期待 我們正經期待 這個更加多的版本 一個會有 一百人版的 等下 一百人版 等下 我有時間我會做 我們今天第一套要講的 他那時候出的那時候是很爆的 但爆到之後 他出的遊戲的時候 我完全忘記了這遊戲 你明白 他出的遊戲的時候 的話題性是很高 但就是因為那些話題性很高 但最後成品沒有那麼爆 就沒有人說 不過我想問一下 當時的歷史是怎樣 大家都很早期待 當時的歷史是如何 首先我們這次是說 Re-Rise這遊戲 是這個Key寫的Galoo Game 改編的動畫 就是2011年那時候出的 那時候的重點宣傳的地方 是在於這一隻不一隻麻痣寫的Galoo Game 找了三個很有名的編記卡出來寫 而且他講到華絲 半退出他們說是搞音樂 他經過Angel Beasts之後 他受到心靈的創新 不是 他應該是說他半退出 就像是Angel Beasts 走去 但他找了幾個人來 是瘋狗 不搭牛頭蜜馬嘴 很奇怪 藍圓不且的角色 他一起寫這遊戲 那時候找了田中羅蜜蜂 以及龍騎士07 以及刀賴可用人的 前兩位 我想知名度比較高 動漫界 後者應該是Galoo Game 人就會認識 那當然 這次就變成了動畫化 動畫化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以監督來說是天聰 天聰其實就是田中基樹的 另外一個別稱 那田中基樹負責過什麼呢 其實就是黃金拼圖 就是他負責的 之前好像 天聰用了這個名字 去做灰色果實系列 對 那動畫 的角色設計 繼續是通媽 如果大家想看到通媽 其實這個動畫 大家就會看到他 但是我現在 我覺得每一季動畫 都有新的體會 我覺得 簡直跟人生哲理是沒有分別 人生哲理的角度 我現在 我發覺我的分類 越來越仔細了 開始是 如果我現在看尾威的話 黑得起的作品 其實我是非常之開心的 但是 當自己看完之後 會覺得自己智商下降的作品 我是黑得不起的 擺明就是會黑的 已經預告了給你聽 你明明Kieser作品裡面 所有日常都是非日常的 告訴你 你不要給眼前的蒙蔽 你業障很重 知道嗎 但是你要明白 我覺得 在頭三集裡面 我現在看到的東西 我明白 這個是很Kieser的 一般開局的模式 不是 Kieser開局的話 理論上 就算你做一個學部 有一個理由 這個學部 沒有理由的 有理由的 他被鬼斬啊 他被鬼斬的 那些女人沒有事 是跟那些女人有事 那些女人有事 那些女人有事 那之前光斑學完 你那樣Kunado 那些東西 跟那些女人有事 一樣去進去畫劇部 最後那個演劇社 好像只有兩個人 演劇社 演劇社不夠演員 要找人 這個不需要 隨便找人 隨便找人 他都沒有人捉過那條蛇 那這個故事 我不想說 它是一個很standard的 Kieser風格的開局 明明不是麻痴寫 但也很Kieser 我想是要保持 就是他們公司作品系列 作品我覺得 一些風格他都需要 但我這樣說 這種風格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但其實 這種這麼無厘頭式的開局 大家是不是已經覺得 其實 不太適合 現在這個時代裏面 的一個 給大家 讓大家 可以看到 這套作品 其實 說些什麼 一些核心的東西 或者是 我會留意到一些 我發掘到一些我喜歡的地方 他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他不停去 表現 不同的角色 的 問點 對 問點好一點 我想說特點 但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對 那是問點 那是 很明都明昌地 其實跟以前的差不多 其實Keyse買了一個角色出來 然後 就跟你 後面 就見過一個故事 當然 起初的時候 那個角色就說 嘩 很科幻 很不太明白你說 最Keyse的動畫 就是Keyse的動畫 都是這樣的 以前Karlon 都是要在一個校園裡 游走去找角色 觸發的對話 這個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一個 我發生 我看動畫時候的趣事 因為我看那個時候 其實我順著看 其實我看 這個是泰國衛 我看《星之夢》的時候 跟著 我的歌手 跟我 將 突然之間 跳了去這個 會威的第一集 我覺得 開頭那個感覺 沒有維和感 就是世界毀滅 這個小插曲 有分別的 你拿回Keyse以前 不要說太遠 拿上次的Little Buster也好 開頭 他也是一個 很正常的sir 就是你不看劇場 沒有人告訴你 你覺得這個世界很正常 很和平 但這裏沒有人 一開始就說 這個世界很有問題 有被鬼摘 學校有些不思議事件出來 很奇怪的 你不覺得 你覺得這個學校很超現實 不正常的 其實都是馬之近年才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Keyse的劇本 全部都是 應該說什麼 每一個角色的 接受能力 我說對不同事件 或者不同角色 或者出現奇異異障 的接受能力 其實是很高的 楊明被人看了一百幾下 挺好看 花生吃 去到二威 我先不說華公的問題 我們先撇開這件事 先不要說 這些質量的問題 純粹的劇本 你說頭三集裡面 其實最主要都是說 胡太郎 貴責 他跳了很多 很明顯說什麼 好像是說到 這個世界曾經毀滅過 還是毀滅前 不知道 我也沒有玩遊戲 所以我也不知道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但是其實 再去說 因為他遇到一些很奇異的事件 以及遇到一個 暫時還沒有說名的一位 少女 每次來都會 至少兩次 都是撞了她 這個是N2B的劇情 不是 這個HGAME的Event 發生 不過問題是 這個成人版 這個全年版已經是CUT了 我明白這個HGAME的Event 發生 不過沒關係 我很難想像 CUT手 到底是 那個道理是在哪 不是 他每一晚都會 上去男主角床上 有些事情發生了 噢 那個位 那個位 神經事哥 打手臂 那個 夢魔的東西 你見回其實 我想是近期的Key Jekie 尤其是神作之後那些 你會不會覺得 總是差了些事情 狗來直樹 你想說 是不是他就不 我不評論 這個問題就 明白就算了 那些動畫他也不太好看 他自己拍過兩套 不過不要緊 你看到的 無論是Charlotte The Angel Beast 跟著現在這一套 我總是覺得 我看這三套的時候 我總是覺得 其實是差了些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 就是每一次 由開始看那一刻 他比我也是同一感覺 他差了些什麼 很沉重的東西 其實你會在一開始 你會感覺到很沉重的東西 你現在是什麼 他一開始偷得很輕 一開始就是什麼 然後強行丟一個很沉重的炸彈下來 告訴你 你應該哭 跟我哭 你要明白就是 他這套東西出遊戲 那個年 某程度上就是 經歷完 你那些 四神作 美少女遊戲 大爆發那個年代 又未去到現在 一個廠的遊戲 不斷跌跌跌跌到 一個同人製造的階段 那天做到很爛的 當整個市場都做到這麼爛 然後他反過來 他也是學人 用一種這樣的方法 去開頭 我覺得其實 舊一派的玩家 其實不 prefer 也不 buy 不過我也看到 日本有些評論網 有寫到 這套東西 其實是有一點 覺得是out day 覺得是 已經是 上一代的情況 不是這麼同意的 因為童季始終有一套 叫聖戰夢 這套都是很舊的作品 但是你看看坊間 現在的評價 對比起這兩套的評價 就是 那些人是不 buy 那條招牌 是要不要的 是你 present得好不好 首先兩樣東西 第一條招牌 那樣東西的問題 就 現在呢 因為科幻路線 在Keyse的關係 就是說 卡朗和Colado 固然是有科幻的 最後不知道為什麼 AIR都有 但是如果你理會 卡朗和Colado 一開始 都有兩個 一開始觸動你的感覺 應該是 卡朗和Colado 從遇到一個少女 Colado 在板道上 看到一個少女 是想追夢 這些是情節 有那個位置 或者這麼說 他前面就是 有那種 注足不能前進 可能未能夠踏出一步 那種感覺 而那一步 你會覺得 他很輕鬆 就跨過了那一步 你又好像見不到 中間裡面那種 默默的努力 和默默的成長在裡面 我用一下鏡頭 剛才那種 exactly的比喻 你在板道上 看到一個女生 跟平時那些 咬著麵包下拿狀 開展也好 甚至近代那些 不起眼女主角 其實全部都是這些開展 但你不會覺得不起眼沉重 這個就是樹形哥的說法 他解決這件事 沒有那種沉重 也沒有中間那種 struggle 但你看到他的問題是什麼 他做了一種寬來向 跟現在那些不起眼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他突然爆了一塊東西出來 他要跟你說很沉重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現在也是一個比較速食的問題 就是 形象化說到的就是 你黑龍友 Curado 那些又好 其實那件事件 其實是拉到最後的 其實是 因為他其實是 只是有少少的進展 而差開了 其他角色 其實是協助這個進展去發生的 但現在這裡 我覺得 那些角色是覺得很開的 他真的變成一個溝女遊戲 就是什麼呢 下午吃飯是你的 放學是他的 你們中間兩個之間 其實是沒有互動的 那兩個女角 這個不是就是 當年卡龍不好看的 就是什麼 你去一個下面野餐吃雪糕 吃完雪糕吃牛肉飯 輪流攻略女角 超級時間表 對 然後再攻擊吃雕魚燒 晚上回家吃果醬 其實這個就是問題 因為其實他以一個Girl Game的角度 去製作一個動畫的時候 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是要看孤雞 不是玩Girl Game 就是要看女女 你明白 其實這套東西 開始比方 對這套東西 現在加遊戲改變了多厲害 男主角可以不需要 只要女主角 就是白合的 我又不可以這樣說 這套東西始終的主線 是在男主角胡太郎身上 而那個問題 就是 我想看不到一些連結 就是因為 女角和女角之間的關係 很疏離 即使是 即使是一些不太關閉的女角 尤其是 我想你看孤雞雞雞 就是其實他將一些角色 怎樣 他們組合在一起 即使是智代和阿杏 其實是不熟 那些 但他也可以找一些事件 把他們連結在一起 你會覺得是一班人 在進行一些事情 他們的感情在那個位置 當然大家都知道 他們全部都是輸家 但這個anyway 一場網球就搞定了 這個送上本類的問題 這些不是問題 我想 所以其實剛剛 大家已經一針見血 刺穿了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這三集不好看 就是因為 其實他是搬自過自的編劇 他是將整個 Galoo Game的劇本 一串不漏地 被他刪成一個動畫 當你的媒體不一樣 就會覺得很辛苦 我是Galoo Game 那時候覺得 我要看所有女角的故事 那時候我是一個 因為Galoo Game 是玩家的看法 我也是OK的 看動畫不是這樣看的 但不同了 Galoo Game 如果你分角色走 你的角色 你完全不用理他 但動畫全部都在一起 就出事了 而另外我覺得 有一個可能 比較不同了的風格 問題就是 過往其實 這些角色 即是跟男主角 或者玩家的角色 他其實有接近一半 是一開始就認識他 有些連結 你會給一個影射關係 他是你親戚也好 中學小學 青梅竹馬 已經認識他 那些互動 你會覺得有趣 但現在那些互動 你會覺得是 他不斷說自己 說什麼 其實我這個人 又多lice 我又不說粗口 我又不打架 我又不吸煙 我又不喝酒 但我認識不到朋友 但你見到他說什麼 但我又沒有什麼朋友 然後你又發覺 其實你也不是沒有什麼朋友 你的朋友 都幾一時之選 還有他沒有什麼特性 你看到他的人 其實 一來他以男主角的玩家 你就算是在Curlado 我認為Cranet 其實男主角 給了一些更性 給了一些 他努力的感覺 這個胡帶 好像胡天胡帝 感覺上 不是一個好男主角的男主角 還要配上一個 叫做old school的故事 和old school的配搭 我反而覺得 沒有什麼性格 男主角的設定 才是最old school的地方 不是 何華光的問題 就是男主角 他好像很多次 但他又不說 就是說 你懂得出人力 其實他認識 但他又不說 然後你去第三集 尾才知道他出人力 但問題 角色形狀角色 其實沒有關係 我寧願你好像XXX那樣 我覺得男主角很色 我覺得OK 很容易接受 其實他這個近質 和這個Curlado 其實是很像的 有一種就是什麼呢 他後手去講那個能力 但那個能力 其實是觸及 最初和故事的核心連結不到 其實那個空泛的感覺 一說完出人力之後 劇情沒有關係 至少我劇情理解上沒有影響 第二 角色角色我也不知道 還有現在辛苦的地方 就是他不停爆衝新的劇情出來 第三集還是在做這件事 還不停介紹新的角色 那你當然辛苦 是新的世界勢力 除了怪獸之外 有魔女 然後又出人力 什麼事 而這裏也是剛才鏡花說的問題 就是劇情太離譜 即使好像是Curlado 那麼多的角色 他一開始 他是捨棄了某一些的條件 他有一些就是什麼呢 他其實好像 你自代那個位置 自代八裂腿 他只是八裂腿劇情 他只是有 他未到他劇情之後 你出場就是八裂腿 即是他以為他提出角色的特色 但是他不會再去 觸及他講那麼多的事情 但現在他有一個很流行的現象 就是什麼呢 good together 把所有的女角 不理三切 現在good在一起 這樣呢 good在一起 變相有一個問題 全部人都要分劇情 因為可能這些 都是角色粉絲 你又不可以得生 沒理由只是說他 又不說他 那就變成 我們剛才也講過的一個問題 大家是要分男主角的時間表 其實那邊 是不是這麼多的粉絲 對於這套東西 這麼著重呢 我不敢肯定 我有些疑問 不是 如果你說你好早很爆 那你那裡可能是說 有粉絲 那我就這樣做 可能還可以 但這套東西好像不是現在 你想回90年代之後 那些搞露音改編 他已經可以縱化袋 直接切割某些類型的劇情 去遷就整條動畫版 主線的發展 但是到今次那一段時間 我們不割劇情 不割劇情 不割劇情 什麼都放進去 這套是怎樣解釋的 很簡單 這套是粉絲唱的 賺粉絲的錢 很簡單 第二 我有一個久歪了的路線 大家有沒有發現 近年這一類型的作品 由 Angel Beast 開始 我其實不是想看 男角和女角之間的互動和關係 我是想看男角和男角之間 你看看這裏 其實你覺得 你覺得和男角最有惹的地方 我只是講回威 一定是笑的 對 我覺得這個 本身我想回答的 其實這個也不完全不對 例如 Ki寫的吉祥 一個特色就是 一定男角附近有個 附著土租搞笑的配角 這裡也有的 懶型的同班同學 主角已經做了搞笑的角色 對 但問題是 你覺得他們兩個之間 那種若隱若現的關係 是比其他女角的若隱若現關係 更加若隱若現 我有沒有說過話 我是沒有說過話 我知道的 我明白你想說話 至少他突出 他很突出 你覺得那兩個的關係 是有些特別 同歸於那些人 要不就什麼 要不就抱過來 好像Shotard的 一抱過來就有自由 還有這個人 反而是最恐怖的 你說什麼 女角不覺得 他後面的故事 有情節會推進 已經推進了 男角和管家 說明真理 說明想動你 是有故事推進在裡面 其他女角反而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套很BL故事 所以說 我不知道是 我看歪了還是 現在的作品 但他現在寫的時候 變成這樣 因為我每一次看他的 總共都是說 其實是男角和男角的互動 是比男角和女角的互動有趣 不是 因為男角和女角的互動 是關乎劇情主線化 所以要放在後面 但前面要寫 就是寫男角和男角之間的友情 你明白嗎 沒辦法 Key也不想 不過我真的很怪 為什麼會不想呢 這套東西 那個壽重衛突然變了 就變得很怪 即使你看下去 我覺得 我會知道 胡太郎 成少爺這個CP 比胡太郎 和其他女角 合格 因為我怎麼看都覺得 其實是 沒有啊 那些女角 就是看見他不停拿著屬性 走來走去 賣給你看 然後整班人 就開始在那裡 整班三姑六婆 在那個什麼會 都說不用留主角 女角自己搞白合算 所以結論就是什麼 那些男角和女角的劇情 是沒有互動的 他們只是在賣屬性 男角和男角的劇情 有互動 那就覺得故事比較好看 就是這麼簡單 對 有進化 有進化 在某方面上 他們走過一條 創新的路 可以這麼說 Galoo Game裡面 不是Galoo 問你死了沒有 不過大家對男主角的感覺是怎樣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他跟一個笨蛋 測驗召喚獸的男主角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你的感覺是 我看回日本那邊的評論網 那些人投票 對於這套東西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很大部分人 都覺得這套東西 是會變成大作 即是我覺得這套東西 會變成一套很差的作品 大作是這樣的意思 是的 Tasaku Tasaku 打什麼的 還有這個 應該比全部的 感覺上的Quality 比更加低 還有問 這套東西是什麼時候的作品 老實說 如果他不是因為他打著Quality 寫這個牌頭的話 我會將他定為魔法先生 四天王 這條彈散 男主角 告訴你 我也不想用這個能力 重寫了之後 就不可以重寫 就不可以回頭 然後 再有危機的時候不用 然後我又會問一個很設定的問題 我重寫 我的身體力是否變高 我不可以回頭 那我可以重寫一次 就是我變回一個正常人 這個是一個設定的問題 你不知道他重寫那個人強分 你不知道 我明白 所以說 我不是因為它是Quality 的作品的話 我在這方面 我一定會是 你會玩RPG遊戲 怎樣的人 就不可以弄 我想那個問題是在於 搞這麼久的設定都沒有說 是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究竟 現在的故事是想說這什麼 我想一個慘的地方 就是 那些女角在賣文 賣了三集 但故事要做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很辛苦 最後 這個提出的問題 絕對的差異 在於是什麼 現在是很急的 告訴你 這個世界有陰謀的 你記住留意 不是急的 現在我不是這個 這個 校園輕鬆的愛情故事 只是表象 由OP到一開始 開頭已經告訴你 而 它舊有的作品 是告訴你 開頭就是告訴你 它是一套校園 輕鬆的 愛情小品故事 然後最後告訴你 其實不是 差別是不同的 因為如果是自然者 其實你開頭 告訴我是這樣 我是接受這些狐撈劇情的 但你可能告訴我 世界毀滅這個問題 我覺得男女私情 這些東西很兒戲 這套東西 我遇到它爆死 其實也有一些爆死的氣味 明明是大作 但是質素 化妝又低 講今季 你要超人力 又要驅邪捉靈的 我看靈魂爆發發算 好了 這套我們的介紹 就到這裡 我們就去下一套